台灣黑熊為台灣的特有種生物 平時要看到黑熊的蹤跡 除了透過申請進入保育園區以外 根本不可能看到 你要看到黑熊 除了經過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之外 還有走三天三夜 幾乎不可能到達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這個繪本 讓這些小朋友能夠了解我們台灣的黑熊 那數量現在也不多 應該在200隻上下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能夠讓這個環境越來越好 透過小朋友用繪本的方式 來傳達這個訊息 讓大家來愛護玉山國家公園 也讓大家知道保育的重要性 幾乎已經沒有捕獸甲 因為我們管制也算是非常嚴格 你進去這個生態保護區一定要透過申請 然後有刑機可疑的話 我們的當地的警察一定會特別來加強訓諾 而日前黑熊的Miyasa 繪本新書發表會 在水里遊客中心盛大舉行 目的就是希望透過繪本的方式 傳達保育的訊息 讓小朋友可以在家裡邊玩 然後邊認識黑熊相關的知識 那裡面也有有聲書 有電子書 這是這一本繪本最大的特色 那當時會製作這本繪本 主要是預管處 他提出了一個這樣的企劃 那這個也是我們台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的專長 那這本繪本我們也希望 將來可以到各個學校去做推廣 讓更多我們台灣的民眾更了解我們台灣黑熊 然後進一步來保育它 希望以後台灣黑熊的數量可以恢復到正常的數量這樣子 來參加的學生都表示 學習到許多相關黑熊的知識 並要好好地保護他們 我今天來這個我都可以讓我更了解台灣黑熊 要好好保護他們 更愛護他們 先藝人陳淑惠表示 希望透過會話書的發表 除了讓孩子們認識黑熊以外 也可以讓更多人了解保育台灣黑熊的重要性 希望透過這本書 讓百姓及小朋友有還假的概念 以及結合黑熊的一個習性 讓我們大眾可以知道說 國家為著保護這片森林 花惠的心力以及敬惠 希望說大家共同的努力 讓我們的黑熊能夠長存 讓更多的小朋友在書本上 可以認識到黑熊的習性 台灣黑熊為台灣的特有種 更是保育的重點 而透過繪畫書 不但可以讓更多孩子 透過書籍了解黑熊 也能將保育的觀念向下扎根 記者邱平易水里採訪報導